陈寻给方回讲起了自己童年时的玩伴白峰 在那个时候,陈寻,唐海斌和孙涛都是白峰的忠实拥顿 而杨琴和吴婷婷则是白峰的忠实崇拜者 小孩子不懂得怎么表现爱慕 男孩子通常用追跑打闹来引起女生的注意 而每次陈寻欺负了吴婷婷之后 她都会扁着小嘴一脸委屈地说 我告白峰去 然后一点一点地跑走 留在原地的小小陈寻也会因此而感到一丝丝的难过 就这样,三个人之间构成了无比单纯的三角关系 可惜,好景不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人们渐渐地介入其中 找白峰玩的人越来越少了 原因很简单,就是家长不让 怕跟着犯人的孩子学坏了 唯一不太听话的就是吴婷婷 她照样天天往白峰家跑 敲门问她爷爷 白峰在家吗 只不过,她的期待问话 常常得到失望的回答 她爷爷总是摇摇头说 哎,不再不再 外面也去了 随她把随了个铁 就这么,三番五次之后 吴婷婷终于遇见白峰 确切地说,不止白峰 还有她身边一个挺古怪的女孩子 白峰让吴婷婷管那个女孩叫嫂子 吴婷婷哭着从白峰家里跑出来 说起来白峰没给过吴婷婷什么好处 更谈不上情感的付出 她就像喜爱一个洋娃娃一样的对她好 直到白峰彻底离开前都是如此的 那天,白峰见到吴婷婷的时候 照例跑过来给她塞糖 白峰兜里好像总是为吴婷婷预备点好吃的 吴婷婷接过来含在嘴里 学赖宁把糖纸搓成小棍 吴婷婷突然想起点什么 她手忙脚乱地把裙子又弄成了紧身的形状 好看吗 白峰笑着看吴婷婷折腾 好看好看,我们婷婷最好看了 那,比你媳妇好看吗 吴婷婷的同音念出媳妇这两个字 听着特别的别扭 白峰弯下腰,掐了掐吴婷婷脸蛋 嗯,比她好看 那,我当你媳妇成吗 白峰大笑起来 最终看着吴婷婷快哭出来的小脸 使劲说了可以 长大吧,长大了当我媳妇 好 这是他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的对话 怀揣着美好梦想的吴婷婷 怎么也想不到 她和白峰竟然就此一别 后会无期 半夜两点多的时候 胡同里进来了两辆警车 蓝红相见的顶灯晃得各家各户都胆战心惊的 吴婷婷迷迷糊糊地缩在她妈妈怀里 她爸爸和几个男人一起出院看看 没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 吴婷婷的妈妈迎了上去 慌张地问 这是怎么了 谁家出事了 老白家 她那孙子把人脑瓜瓢给开了 警察抓人呢 我的妈呀 白峰这孩子怎么那么大胆啊 抓着了吗 没有 早跑路了 晚上就没回家 他们这家人可真是的 我就说了别让婷婷总跟他们玩 你还不当个事 你瞅瞅你瞅瞅 现在都闹出人命了 谁不当事了 我说她 她听吗 婷婷 婷婷 咦 这孩子哪儿去了 吴婷婷听见白峰的名字 早就跑了出去 她在院门口遇见了同样闻风而来的陈巡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谁也说不出话来 半天吴婷婷才捣过气来 颤悠悠地说 你说 白峰 她没事吧 陈巡的话一点都不想回答 没事吧 没事 肯定没事 嗯 肯定没事 两个孩子最终被各自的家长拉回了家 他们那个时候还以为睡个觉明天一切都好了 可以当面问问白峰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自那之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白峰的案子很简单 聚众酒后斗殴 多人受伤 一人身亡 一犯除白峰外 另有两人在逃 正在通缉中 死者是某职高学生 据传是混乱之中 白峰拿了啤酒瓶砸到了她的后脑 致使其当场死亡 涉案的孩子多半被送入了少管所 剩下少部分情节较轻的也都被学校给了处分 沸沸扬扬的白峰事件告一段落 人们除了在茶余饭后再念叨两句 也就不再惦记她了 而为之改变的只有吴婷婷 她后来和白峰的那些朋友混在了一起 也开始穿紧身的衣服 化妆 骂人 她收集所有的线索 去打听发生在白峰身上的所有的事情 倔强的她信誓旦旦地认为 总有一天白峰会回来 即使不能履行彼此的诺言 至少想起来时还可以相视而笑 这是她整个少年时代最执着的想法 一想 想了很多年 听完成询 陈寻讲完白峰的事 方回静静地问陈寻 那你呢 你是不是还喜欢她 陈寻轻抚着方回的头发 叹了口气 怎么会呢 现在不是有你了吗 已经不喜欢了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 一定得是彼此心中 最最至高无上的 无可替代的存在 可是显然 我代替不了白峰在婷婷心里的位置 我不愿意委屈求全 婷婷呢 也不想退而求其次 既然这样 何苦非凑在一起呢 因为这个就放弃了 你还真自私霸道 你就不能多付出一点啊 不一样 反正我就是挺极端的人 你可别让我知道 有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 但是 我还是挺心疼婷婷的 我觉得她真不值 因为白峰的人生 改变自己的人生 而改变自己之后呢 又不能对白峰 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 这样的等待 太没意义了 有些事 对你来说没意义 对别人 可就不一定了 方回轻轻地说着 她从沉寻语气中 感受到了太多的不甘心 这种感觉 让她很不舒服 好了好了好了 不说了 走吧 我送你回家 哎呦 你怎么弄的 方回低下头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 橘子冰棍融化的水 都滴在了她的衣服上 平日可亲的橘黄色 变得一片狼藉 触目惊心 方回惨笑了一下 即使表现得再不在意 实际上也还是慌乱地 掩饰不了小小的心酸 陈寻的心里 终究有她不能进去的空隙 在澳洲的那段日子里 我觉得女人心 海底针这句话很欠妥 要我说 这女人心根本就是宇宙黑洞 你以为你看了个大概 其实不过是个影 真实内容距离你起码上万光年 我跟方回闹了小小的不愉快 起因是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 跟平时不太一样的地方 大概就是我们在买菜的时候 遇见欢欢 当时我们正在奋力地 喂一些黄瓜和菜饭讨价还价 另外一边摊位上 那两个人就是欢欢和她的澳洲男友了 最终我们两队人马抱着黄瓜和胡萝卜胜礼会师 不得不说 这是些许尴尬的场景 欢欢的眉毛挑了挑 我知道这也是她不自在的表现 她表明立场似的挽住了那男人的肘子 嗨 你好 你朋友啊 不错不错 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来菜场买菜了呢 今儿是特意来寻求浪漫的吧 俩人一起砍价 多默契 还 行吧 欢欢脸明显绿了一下 随后瞥了一眼方回 注意起来 在方回还没来得及回应之前 我先一把抓住了方回的手 对啊 其实我心里特没谱 万一方回当场挣脱 来一句没有 那我可就跌份跌大发了 可是方回很配合 乖乖地将柔弱无骨的手放在我手掌里 就像真的甜腻腻的情侣一样 我就知道 所以当初我是明智的 一开始你就喜欢她了吧 虽然欢欢说得不对 但是我也没反驳 因为她至少猜对了一半 我现在的确喜欢方回 除此之外 欢欢那有点伤心的表情 让我难受了一下 她过得不好 我也觉得没过瘾 同是天涯沦落人 何苦来呢 我实在忍不住了 胡乱说了两句 就拉着方回走了 刚刚走出他们的视线 方回就把我的手甩开了 那力道让我明白 她一定是不太高兴 我赶忙凑到她身边 怎么了这是 没怎么 人都走远了 我们也不需要继续演戏了吧 是是是 那你干嘛生气啊 谁生气了 你看你看 口不对心了吧 脸还皱着呢 还嘴硬 也不知道咱俩谁口不对心 我怎么口不对心了 你倒说说啊 你干嘛和欢欢说那样的话 你明明还想着她呢 我现在哪有空想她呀 那你为什么小心翼翼地留着她的杯子 我 得了 你不用解释了 你不是老说吗 解释就是演示 演示就是讲故事 我气得一下子乐了出来 平时我说话方回总不往心里去 但一旦我们吵架 他却总能说出点我扯淡那些话来读我 我发现了 你呀 就是我克星 不敢当 哦 我明白了 你是吃醋了 对不对 张楠 你能不能不下手霸道啊 方回瞪了我一眼 彻底绝了我的念想 我留着她的杯子 不代表我还喜欢她 就像你把陈勋所有东西都扔了 那也不代表你就忘她呀 这么说吧 人啊 不是只有爱和恨两种情感的 还会怀念 会埋怨 会想念 会感叹 那总不能说我跟欢欢分手了 就只能讨厌她厌恶她吧 毕竟曾经我们俩过了一段很开心的日子嘛 就为了生命中这一段 我也做不到把它彻底忘干净了 你们女的呀 就喜欢上男人心里永远只有一个人 但我跟你说 没一个男人能做到 那就算是说了 骗你呢 跟过去较真儿 没什么意思 明镇女人 那可不会算计怎么占有男人的过去 她只会思考如何拥有男人的现在和未来 我当时这么说 其实没有特别的意思 就是小发一下感慨而已 但是方回却被这些话触动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 没看出来 你还对这挺有研究的 那是 我是实践出真知啊 可是 你为什么不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告诉我呢 我有些发愣 随后也无奈地笑了笑 那你为什么不在十六岁的时候 就认识我呢 其实那一天 方回听陈寻说了吴婷婷的事之后 多少有些敏感 在不知道之前 她挺喜欢吴婷婷的 因为陈寻的那些发小里 吴婷婷是帮她原厂最多 而且最照顾她的一个 可是现在 方回却不再那么感激了 她想 陈寻和吴婷婷一定是商量了什么 所以吴婷婷才对她好 吴婷婷肯这么做 并不是喜欢方回 认可了这个女孩 而是仅仅为了帮助陈寻 结合她们之间曾经那若有若无的暧昧 方回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可是陈寻并没有体会到方回的这种心情 她觉得把自己的过去和她分享 是一件让两个人都轻松的事情 比起像李鹤的事那样疑惑重重的猜测 直接说出来不是更好吗 所以她并不介意在方回面前继续提起吴婷婷 也因此忽略了方回黯然的表情 由于陈寻生日有很不好的回忆 所以方回过生日就没有再张罗 直到十月九日当天 乔然才憋不住问陈寻该怎么过 陈寻说他们俩不打算庆祝了 乔然摇头 说你们俩是你们俩的事 咱们五个是咱们五个人的事 不能混作一谈 最终他们商量好 一个中午去订蛋糕 一个中午去买礼物 当然这些都是瞒着方回进行的 直到放学的时候 方回才被林家墨拉到学校院子中的一个角落里 惊喜地看见写着方回生日快乐的蛋糕 和三个一脸奸济得逞的男孩子 大家送了一个毛绒大雄给方回做礼物 大雄脖子上的项链是陈寻单独的礼物 他也做了一个米链 把自己生日洒落的米粒也放了进去 瓶子里面隐约闪烁着两个人的名字 方回开心地笑了 几乎笑出了眼泪 那个蛋糕未能逃脱被四分五裂的命运 他们分别拿起奶油往彼此身上脸上抹过去 乔然的眼镜被糊住了 林家墨的头发上居然残存了蛋糕花 赵叶说他身上油眼的地方就有奶油 陈寻的脸颊两边分别是一红一绿 而方回的脸上基本看不见五官了 林家墨和方回在女厕所的水管子下面冲了头 一边冲一边打喷嚏 他们走出教学楼 陈寻迎着他们过来 把自己的校服外套递给他们 用这个擦擦头吧 别着凉了 不错 比桌套好 方回看着陈寻的T恤说 你冷不冷啊 你晚上回家怎么办呢 没事 你快擦吧 陈寻把宽大的校服照在方回的头上 认真地擦拭起来 乔然出来正好看见这一幕 他看看自己手中特意脱下来的衬衫 默默地塞回到了书包里 赵叶拎着他们的书包走过来 各位少爷小姐们 干了就走吧 今儿我要打拳 破拦倒记录 陈寻把校服套在方回头发上 走走走走 方回 你先带着 别吹风 那会儿如果作业少 他们偶尔也会到兰岛蹦厅玩会儿去 那是在兰岛顶层的游戏厅 以外来说 他们的行程通常是这样的 先到旁边的海岚云天和卡马商城去吹吹冷气或暖气 围在高档柜台旁边找新鲜玩意儿 数数架签后面有几个铃 感叹完之后 他们其中总有人发出豪言壮语 干明儿我发达了 给大伙包场 咱买一个摔一个 还剩下一个给宠物玩去 以后这块地不叫海岚云天了 它将是我的家族产业 由我们家家辉的 家辉知道不 我给你们一人发一个 拿着它到我地盘上畅通无阻 闹着玩呢 直到现在 方回说起这些来还会笑出声来 他说可惜那商场不太给面子 还没等他们发达呢 就先改头换面了 我摇摇头说 这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蓝岛蹦天中最热眼的机器就是跳舞机 看到有人在跳舞机上耍帅 陈寻很不屑 一般般 没吴婷婷跳得好 它动起来那才好看呢 Butterfly 一点错没有 尤其最后那个三件动作 它可是两手一脚沾地 特漂亮 谁啊 让你说这么写下 我发小 方回见过 为了证实自己没有说谎 陈寻拉住了方回 方回 你见过她 是吧 是吧 方回苦涩的点点头 不再多话 别看陈寻说得热闹 他上去玩也是一样的不灵 他们几个最常玩的游戏是 大家来找茬 既省钱又可以全员参与 五个人一起对着屏幕 手指一下下戳上去 离远了看肯定又傻又闹腾 可是他们一点都不在乎 一直发出架子 云彩 花 这样不知所谓的叫喊 时而报笑 时而叹息 方回说 那时候是他们五个人在一起都很开心的阶段 而从那之后 渐渐的竟然不能在一起欢笑了 赵叶特意选择了一个他跟林家墨都喜欢的晴朗秋日来告白 乔然和陈寻之前并不知道太多 只是按照赵叶的吩咐帮他做了简单的清场 方回看出不大对劲 有点担心 但还是被陈寻拉走了 教室中只剩下了赵叶和一无所知的林家墨 林家墨使劲地擦着一个篮球 哎 我说 既然明天都要用了 为什么他们都不帮忙啊 你们篮球队死光了 干嘛全交给你啊 平时都是苏凯组织 他现在不是高三了吗 也没工夫管了 只好平均下来 人人都分几个球材嘛 那你投协天干嘛去了 人家都是赶早不赶晚 你正好反过来 忙忘了呗 哎 苏凯复习得怎么样了 呃 还行吧 我跟他挺拼命的 估计是想和郑雪考一个学校 啊 郑雪的学习不是特好吗 他能够上分数线吗 我们不是特长生吗 分数线比你们低点 苏凯拿过奖项 只要结果不是太糟糕 就应该没问题 啊 林家墨郁闷地把球扔向框里 这次没扔好 磕着框檐滚到了地上 赵叶追过去捡起来 哎 你好好放 这不白擦了吗 真烦 没劲 我回家了 林家墨懊恼地拿起了书包 赵叶赶忙拉住他 哎 别走别走 家墨 我还有话没说呢 什么话啊 这个吧 嗯 就是 有点事想跟你说说 那你说呀 我说了 你可别生气啊 成 不生气 你说吧 好 我 我 哎呀 你等我整理一下思路 你到底行不行啊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面对林家墨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一句现在人随口急出的话 却让那时的赵叶死活无法痛快说出来 赵叶在反复溜达了N圈之后 终于坐了下来 哎 这样吧 家墨 我有一个秘密 我不说出来 把我憋死了 但是说出来 可能会把你吓死 公平起见 咱俩交换吧 一人说一秘密 这样 就扯平了 行吗 咱俩交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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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交换吧